高雄内门宋江镇活动迈入第20年 今年将会在2月22号登场 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就以大家长的身份出席活动记者会 在现场也大秀拳脚功夫 跟着镇头师傅打了一套强身健体的宋江镇三招式 传统宋江镇登场 每声呼哈进展气势 而大学生的创意宋江镇一样右看头 刀棍盾对阵一招一式完全不马虎 已经迈入第20年的高雄内门宋江镇活动 今年将在2月22号登场 高雄市长韩国瑜亲自出席记者会推议政文化 还大秀拳脚功夫 韩国瑜跟着镇头师傅打的是强身抗议宋江镇的招式 看得出来韩市长是临时被CUE上台的 没先练过不过他很配合 打了一招之后干脆脱下外套再来几招 而今年宋江镇举办的时间刚好碰上了武汉肺炎疫情 主办单位也希望透过这样的重要民俗文化团结明星 稳定疫情 借着宋江镇这样的这么阳刚的一个镇头 希望我们高雄市整个防疫能够得到空前成功 市民朋友都能健康快乐好不好 好 师傅也希望透过内门疫症文化带动 让当地的特色咖啡 棕破塞料理以及名产 让更多人知道 吸引更多游客到内门来看疫症 常美食 记者宋恋轩来一轻高雄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